那我们现在来看聚集的应用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存好了就这样子 储存档案我已经存好了 就点一下储存档案 因为刚刚我是不是一大早我就设定了 它叫2008年1月点XLSN 所以我现在已经想要聚集在里面了 所以我把它关掉 那我再重新打开不要开错档案了 要开这个2008年1月点XLSN 然后当你开启这个含有聚集的档案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有个启用内容 记得启用内容一定要打勾 而且在开发人员有一个叫聚集安全性 这个聚集安全性呢 它可能可以去限制说要不要去停用 这个稍后晚一点我们再来谈 反正就是一刚开始你要点起用 我现在把所有的内容都先把它设成没有填满 然后接下来我再执行一次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这个偶数列填黄色执行 是不是成功的执行了 对不对 所以储存档案 然后重新打开聚集 应该没有问题吧 所以请你现在动手要做这件事 再一次提醒你 BBA这个APP 当你做过任何修改 关闭 它就自动帮你储存了 可是Excel它不会自动帮你储存 可是Excel它不会自动帮你储存 知 whilst在于工程中 尤其当 结果 解释 好